6月14日,上海电影节开幕 徐征自导自演的电影《太炯》 在今年初收获了13亿左右的票房 自然以成功民党的身份 受邀成为上海电影节的座上嘉宾 徐征与何炯走完红塔后 记者在户上百年名店新花楼 发现了徐征携妻子桃红 和女儿徐小宝一同亮相 以席动击破婚姻不稳传闻 当天,徐征身穿一件挺阔西装 一马当先从一辆银色别克商务车上下来 随后身穿绿色晚礼服 外罩粉色外套的桃红从另一侧车门下来 虽然妆容精致,但仍难掩皮态 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家中亲友 徐征和桃红的女儿身穿一条白雪公主裙子 显得十分可爱 记者注意到,新花楼门口摆放了一个三楼包厂牌子 而桃红也在门口脱下了外套 走进电梯上楼 据知徐征是上海人 因此这次省庆要在上海多待一段时间 搜狐视频娱乐部报独家报道